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9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晚上 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在這兩個星期之前 我也記得很清楚了 當時 就是 報導過 說這個堂食 可能再次面對危機 是甚麼原因呢 堂食的危機 來自這些所謂政府專家 當時 梁卓偉政府專家 就說 兩星期之後 香港 將會出現 第六波疫情 根據 他的 數學模型推算 當時這個新聞 就是在兩個星期之前 5月14日 現在 就已經來到 5月29日 換句話說 理論上 根據 梁卓偉的推斷 跟他的數學模型 28日 正當我們 正在開這個 Party的時候 應該香港 爆發第六波疫情 第六波疫情有沒有爆發呢 大家應該很清楚了 就好像完全沒有事發生 到底 Omicron的疫情 第六波是不是主力仍然未出擊呢 作為一個跟進報導 也要監察這些所謂的政治人物 這些雖然不是 不是真是純粹的政治人物 但是這些 是公眾人物出來代表政府說話 他不是 官員 但是他出來經常代表政府說話 這些 都是等於 代表政府的公眾人物 他們理應 是要接受監察的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多點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昨天有很多節目黃標 希望大家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以及沒有黃標的節目 繼續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在兩個星期之前 港大 醫學院院長 一個很高的名銜 說話 怎麼能夠不負責任 梁卓偉 引用 數學模型 推算 就說在兩個星期之後 將會爆發 第六波疫情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梁子超就說 相信在現有的防疫措施之下 當局 做好 這個就是表列處所追蹤個案 確保個案做好檢疫 隔離 以及 控制輸入個案 在未來兩個月 爆發第六波的風險就很低 換句話說 梁子超 出來反駁就是梁卓偉 這個 巴士的布 在5月14日的時候 也引述梁卓偉所說 說如果現在每天確診的數目 維持在300宗 將會在兩星期之後 出現第六波疫情 其實相關的說法 當時就受到其他人嚴厲批評 這次 不是那些所謂專家的人 反而就是對 整件事更加有認識 梁卓偉當時就出來恐嚇大家 叫你 約人 你很快約吧 兩個星期之後 就是要禁止堂食 限制社交距離 他的言論其實當時 已經引來 相當多的建制派不滿 包括這個 餐飲 聯業 協會會長 很巧合 叫做王家禾 批評他 說梁卓偉說話 不負責任 造成 市民恐慌 建制派也忍不住要攻擊你了 批評和質疑 到底你梁卓偉作為政府專家 你發放 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到底你有沒有跟政府溝通過呢 現在這班專家 又不是官員 但是 政府就說依賴他們的說法 他們 無的放恥 說話 不用負責任 自己喜歡在Twitter說一句 喜歡在Facebook說一句 喜歡在醫學研討會 喜歡大放缺詞 又大放缺詞 這個正宗就叫做不受制約 現在 建制派也發現了 原來有人說話 不負責任 不需要負責任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些就叫做不受制約 當時 梁卓偉言之作作 就說 兩個星期之後 就會爆發第六波疫情 現在就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暫時 暫時見不到 Omicron的主力就出現了 甚至乎 就說7月上旬 就會 去到疫情的頂峰 希望自己估計錯誤 又要說 又要戴頭盔 王家和就出來批評 說他的言論 徹底不負責任 造成市民恐慌 作為政府專家 港大醫學學院院長 才發放這樣的訊息 又不先跟政府溝通 又不是透過政府 公佈相關 所謂預測 但是自己又作為政府專家的身份去說 政府是不是有 封城的政策 是不是有 進一步限制社交距離 包括限制堂食的政策呢 沒有人知道 這樣怎麼會不是不負責任呢 但是 這些所謂 餐飲業 會長所說的話 跟我們 香港人 問林鄭月娥 在2019年問警察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你們全部是政府來的 你們說的事情是不負責任 還有現在的特首李家超 說你不在現場出現 就不會有相關的風險了 這個是不是 言論不負責任呢 一句說了 這班專家就是 說得就說 完全 隨口說 當被吸 這也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建制派在吹風 不單止吹風就說這個 盧寵謀 就會做這個醫衛局 還有吹風 說梁卓偉 也有機會成為醫衛局的局長 所以 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既然 建制派裏面不斷吹風 說盧寵謀 或者梁卓偉 要做醫衛局局長 所以 封城和禁止堂食 似乎是真的會發生的 因為 盧寵謀 就是最先出來說 跟病毒共存 即是共父王存 梁卓偉也差不多了 正當大家 吃堂食 吃得很happy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這兩個禮拜 要見人 你好見呀 好像 彷彿 自己做了局長那樣 預備 要限制 這一個堂食 現在 在Twitter 首先告訴大家 你吃也好吃這餐呀 這個明報文章 就說 有機會就是 這個醫衛局 最熱門的就有兩個人選 一個 就是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另外 還有一個 就是深圳 醫院院長盧寵謀 盧寵謀 其實差不多已經等於被人在深圳踢了出來 相關的報導 你找一下新聞就找到了 法律界 這節本來要另開一節再說 昨天 就是做聯合廣播的時候 忘記了說 這個 法律界就是流傳 這個律政司副司長 就是叫做梁美芬 薯黃昏 薯黃昏做律政司副司長 香港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蛇鼠一 什麼時候找回 另一個姓蛇的人出來做律政司呢 這個明報吹風 就是沒有任何的內容 只是短短四行的新聞 就說 梁卓偉和盧寵謀 有機會做醫衛局局長 這個正宗就是 放氣球 可不可以認真一點 說多一點內容呢 連放氣球也放得那麼懶惰 只是四行新聞 當消息透露了 現在似乎做藍梅 騙飯吃 也相當之容易 到底這個Omicron 疫情 的主力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會不會好像跟這個傳說中的 劉浮山刀手一樣永遠都不出現呢 真的要大家慢慢看下去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